什么是被动收入?为何要有被动收入? 如何创造被动收入?学校没教的财务课程? 影片记得看到最后,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您的小铃铛,追踪订阅起来啊! 各位亲爱的韭菜亲友,还有开始学会割韭菜的亲友 以及专门割韭菜的亲友 这是一堂你没听过的财务课程 用最轻松以及直白的语言 告诉你如何面对退休规划的话题 让你轻松面对,简单达成 进入到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的交易阶段 首先,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什么时代? 说出来,你可能不太敢相信 我们生活在一个连呼吸都要钱的时代 你没有听错,连呼吸都要钱 算给大家看,呼吸要钱的项目 1.出门要戴口罩,一天换一个5块钱 2.太热吹冷气,太冷吹暖气 每度抓垫5块钱,一碗大概要10度垫 50元一天 3.厕所太臭,买香精一个100元除以30天 每天要约3块钱 4.出门约会,怕有体秀香水 1瓶2000元,除以30天,每天要60元 还有神是每天呼吸要用到的钱 在劳烦在留言区留言,我们在讨论 综合上面光呼吸费用 我们略抓一天,成本就要多少 一天大概要113元 每月光呼吸开销,就要3390元 接下来,还有什么支出,是我们必须要花费的 可以分成几个大类,十一住行娱乐,共6个科目 10早午晚三餐,先不抓宵夜,每餐100元 每天三餐,300元,每月90餐 餐费约9000元 衣服穿着打扮,这个再提列,可用年度预算提列 每月2000元,每年24000元 够袜子,内衣,内裤,衣服,裤子 上班用造型穿搭 睡觉用造型穿搭,约会用造型穿搭 应酬用造型穿搭,运动用造型穿搭 每年更换一次预算,闲抓24000元 够不够用,就看你是奢侈型消费,还是务实型消费 如果有没有提到的项目,再记得留言讨论 住关于住的部分 我们是以出社会,以在外面打拼的人为计算基准 假设你有买房子房贷缴款 我们预计抓每月2万元预算 如果是出租一族的,我们也抓2万元的租金 含水电开销,这边先不比较住豪宅,还是狗窝 靠父靠母,靠人族,不在统计范围内 我们抓的是平均值,每月约2万的预算为主 够不够用,就看你是奢侈型消费,还是务实型消费 如果有没有提到的项目,还是有其他想法建议的 再记得留言讨论,行交通费用 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月票,约要1500元每月 开车的邮费,跟保养费,燃料税,停车费 平均每月预算,约要3000元每月 所以,行的部分,我们抓两个大的预算去整除 大概是4500元除一二 预算约2250元 够不够用,就看你是奢侈型消费,还是务实型消费 如果有没有提到的项目,还是有其他想法建议的 再记得留言讨论,娱乐 这边我们抓教育费用,跟娱乐费用 基本开销项目,就是手机月租费了 我们以年度月租,跟手机换机的费用去提列 每月应许要约1500元 接下来就是吃大餐,跟朋友聚餐的费用 还有看电影唱,KTV等等的相关娱乐费 我们抓一个月,两次聚餐应酬,每次2000元 大概要4000元的预算 教育的部分,我们列入保险等相关费用去提列 平均每年所需要的保险费用,我们抓3万元 每月2500元预算,包含其他教育及保险费用 够不够用,就看你是奢侈型消费,还是务实型消费 如果有没有提到的项目,还是有其他想法建议的 再记得留言讨论,接下来就是将项目列出一个清单 再统计出来,你想要过一个出社会,正常人的生活 每个月大概要多少费用,10、9000元、1、2000元 住2万元,行2250元,预2500元,乐4000元 总计39750,39750元整 是的,没有错 一个月的平均开销预算就是要 39750元整,现在我反问你一句 你的薪水收入有大于39750元整 有的话恭喜你 看大于多少,你就可以储蓄多少养老金额了 讲到这里,会有几个重点跟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收入不够的,怎么办? 穷人思维与负面情绪 只想到节流,很抱歉,你只能调整你的生活 拮据一点,想办法再省一点,别人吃100,你吃50 去降低你的开销,避免每个月再透支 必须靠贷款借钱来度日子 永远还不了本金,只能一戒再戒,靠着负债 来过着您的负债人生,更悲惨的是你无法退休 只能一辈子打工,做到无法呼吸,你才能安息 万一遇到无法工作,赚取收入,那就更糟糕了 你连自己都养不起,想到这里,退休,想都不敢想 只能在梦里去达成目标,所以才有躺平族,啃老族 这个化时代的形容词出现,看一下日本的躺平族 韩国的躺平族,富人思维及正面情绪 我年轻,我还有体力,我还有时间,早上上班,晚上兼职 打零工也好,让我的收入达4万以上,避免举债度日 这是富人思维里,开源的做法,但结果是很累 生活没有品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另外再想一个话题,假设退休,你要准备多少钱 才能财富自由,我们将上面的开销,直接递减 没有应酬,没有交通费,只有躲在家里 变成只有吃根住,那得到的开销只剩,住2万元 吃9000元,再不考虑通膨,每个月要过着像样 有尊严的生活,也要29000元,假设平均寿命80岁 60岁退休,最少还有20年的日子要过 总共还有240个月,每月29000元 总共要696万元整,696万元整 696万元整,上面问题不去考虑通膨 只先抓住根池的预算去推估,回到现实,我们再去算 从现在开始,存款要多少收入才够开销,以及我们要存的退休金 其我的存款要多少才够 如果你是30岁,距离退休,还有30年,那就很简单 696万元除以30年,就会得到以下数字 每月约19333元 就是说开销部分抓39750元 存款目标抓19333元 每个月,你要收入多少钱,才可每月养自己 存到60岁退休再养自己 答案就是59083元,讲到这里,在画面前面的你 是不是觉得压力又来了,你是30岁的族群 你月薪有6万元吗?没有的话,上面这个存款计划 你看到,马上头又晕了,直接去床上躺平 透过做梦去达成,会比较轻松一点,不然 按照进度到退休,你就开始要担忧退休金不够用了 这边将会带出几个现实问题,大家再思考一下 你是30岁的族群,收入没有6万元,你该怎么面对? 该怎么处理,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有其他想法建议的,记得留言讨论,讲那么久 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今天话题的部分了 你不能不知道,以及学校没教的事情,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的重要性,如何创造被动收入? 今天,我们把退休金的目标数值已经算出来 假设要累积存款到696万元,达成60岁以后的退休计划 我们要怎么去规划以及达成? 首先,我们先将目标定出来,直接进位到700万元 方便等下的公式以及计算第一个方式 如上面所言,30岁,要到60岁退休,每月存款2万元 连续存款30年,应可达成700万的存款计划 刚刚有讨论过,方式义无被动收入,只存现金,优点 目标明确,退休后开始啃老本,缺点,万一活过头 活到100岁,存款在80岁,直接归零 而且听说,现在新的生计技术,可能可以活到120岁 也借不到钱,没体力赚钱,可能要睡街头 或者选择提早下课,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还是有其他想法建议的,记得留言讨论 我们直接进入,第二个方式,有被动收入 假设你一年需要36万元,每个月可以花3万元 还有一桶金可以养你,你要准备多少钱 达成每个月,可以花3万元,存款30年,60岁,要退休 要如何达成,定存年金型储蓄险,可年年领回的 目前,利率2.5%为公式,目标年金要领到36万元 每年要想办法,存款到48万元,每月要存款4万元 60岁以前,存款到1440万元,即可达成上面计划 优点现金存款差不多,没有风险,这边先不算通膨 可以每年领回36万,让你有稳定的生活品质 还有一桶本金1440万元,活得越久,领得越多 活到吃老百岁也不怕,万一上天堂了 还可以传给子孙花用,继续领领到你的孙子身上去 再如法炮制,当成你的传家之宝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被动收入的重要性 有跟没有的,差别在哪里了 方案2,债券或基金报酬率5%商品 60岁以前,要存款到720万元 报酬率5%为公式,每年要存款24万元 每月要存款2万元,目标年金要领到36万元 即可达成上面计划 优点跟现金存款比较,只要每月存款2万元 可以每年领回36万,让你有稳定的生活品质 还有一桶本金720万元,活得越久,领得越多 活到吃老百岁也不怕 缺点,有导账或者报酬率亏损等风险 跟方案一比较,你有发觉 达政的计划是不是越来越近 只要每月存款2万元,应该办得到了 方案3,股票或者投资公司10%商品 60岁以前,要存款到多少钱,给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等等,再公布答案 只要累积存款360万元 报酬率10%为公式,每年要存款12万元 每月要存款1万元,目标年金要领到36万元 即可达成上面计划 优点跟现金存款比较,只要每月存款1万元 可以每年领回36万,让你有稳定的生活品质 还有一桶本金360万元,活得越久,领得越多 活到吃老百岁也不怕 缺点,有导账或者报酬率亏损等风险 在此提醒大家,报酬率多10%,风险就多10% 听到这边,跟方案一比较,你有发觉 达政的计划是不是越来越近 只要每月存款1万元 应该更好办到了,距离目标更近了 如何开始创造被动收入,风险问题,以及如何规划 刚刚到方案3的时候,是不是有开始心动的感觉了 在这边提醒你 很多跳楼的,跟自己下课的韭菜 就是这样开始的,不是我恐吓你 你去看一下韩剧才罚家的小儿子 剧中,送中机的母亲就是这样下课的 所以这边的关键计划很重要,既然讲到股票 刚好是Oli给的专长项目 今天带大家用很轻松的角度去探讨股票的被动收入话题 既然知道股票会倒,公司会倒 为何要用股票来创造被动收入 因为股票有高的报酬 有可以让人赚够千万退休的梦想 有可以躺着干真的领100万的美梦 而且随时可以开始交易 那么有这么多种股票,我们该如何开始 首先进入如何选股阶段 首先给大家一个选股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倒闭 接下来我们先去思考一个问题 有什么股票是他万一倒了 国家也要倒 或者是万一他倒了 全台企业应该也要倒光光 万一全台股票死光了 你的台币还有用吗 指令,台积电中华电信,中油 这两档股票如果倒了 告诉你全台湾的公司应该要倒一半以上 如果真的倒了 告诉你新台币也没用了 所以实际上的风险跟持有现金差不多 类似这样的倒闭选股概念 如何运用 记得在交易之前先问自己 或者问朋友 钱放在这家公司如果倒闭了 台湾的企业会不会倒一半以上 连续问三个人给你同样答案 那这档标地物就可放在你的选股名单中了 第二个关键字 生活选股 生活中会遇到的股票 以及我经常性支出的行为 举例 你的通话费预算 每个月1500元 每年预计要给电信公司18000元 既然你都当他的固定客户了 为何不把你的电话费赚回来 怎么赚 真的很简单 假设中华电信 一年每股息有4块钱 你买一张股票1000股 每年可以领到股息4000块钱 那么你就直接买5张 股息每年就有2万元了 扣除你所缴的电信费18000元 剩余2000元就当储蓄金吧 这样 你是不是就无脑的每年省下18000元的电信费 自然而然的就多18000元的储蓄目标 比如说每年要存12万元 这样就变成只要再存10万元就可达成 刚好又是符合第一个条件 万一倒了 台湾企业也要倒一半以上 台币留着也没用 也可以缩短60岁存款 到360万的财务目标的距离 那如果要累积年领36万元 要买多少张中华电信 大约是9万股 90张中华电信 明年的今天 你躺着干就有36万元了 或者是去搭配高股息ETF等标地物 都可轻松存股 这样在面对被动收入的架构 跟话题是不是很轻松 以后人家问你会不会交易股票 你就回答他两个关键字 一 倒闭 万一倒闭了台币就没用的选股方式 二 生活选股 我们付费给他 那就变成 我们当他的股东付钱给自己 专业真的专业 原来专业这样简单 别急着离开 各位亲友重点阶段来了 我们再把一开始的吃喝拉撒的预算 重点拉过来 再开始我们的交易计划 每个月大概要多少费用 预2500元 乐4000元 总计39750 这是我们一开始规划的年度预算 接下来有几个重点选股步骤 我再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边宣布参考买进的价位 而是规划出 专属于您的ETF选股的部分 我们建议以该产业的龙头为主 或者知名度较高的股票 没有广告业配 仅供投资建议参考 盈亏自负 计价日期为2023年2月13日收盘价格 19000元 一年预算就要36000 吃的部分 我们首先想到什么 不知道怎么想的 我直接推大家熟悉的标的物 统一超 71便利商店 标的物统一 超目前价格 270.5元股息 9元年预算36000元 要买多少股 才够4000元成本 要多少 108万2000元 明年股息就有36000元 这样买它的好处是 以后你去便利商店 你在消费就会有种 没关系 我是在自己家里的店做消费 而且每年固定有36000的消费预算 可以在那边吃饱三餐 而且遇到亲友同事 也可跟他们分享说 这是我投资的店 有空多消费 12000元 年度预算 24000元 穿搭类 我们先大元百百货公司去搭配 一样如下 远东百货目前价格 21.6元股息 0.9元年预算 24000元 要买多少股 才够26667股 成本要多少 576000元 明年股息 就有24000元 住2万元 每年预算 约24万元 任太新 目前价格 44.1元股息 7元年预算 24万元 要买多少股 才够34286股成本 要多少 1512000元 明年股息 就有24万元 2250元 每年预算 约27000元 玉龙目前价格 77.5元 股息 1.5元 年预算 24万元 要买多少股 才够27000股成本 要多少 209万2500元 明年股息 就有40500元 预2500元 乐4000元 年度预算 约78000元 中华电信 目前价格 113.5元 股息 4.68元 年预算 78000元 要买多少股 才够27000股成本 要多少 306万4500元 明年股息 就有126,360元 被动收入 39,750 大概就这样答正了 当然只是满足一般基本开销 务实性的消费支出 如果是奢侈性的消费 不在本次计算范围之内 有没有发觉 这样交易 就会很轻松 为何选他们 因为知名度够高 耳熟能详 几乎是产业龙头 我们有87%以上的时间 在那边做消费 如有其他更好的标的选项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听到这 你会发觉几件事情 为何书上面常说的 为何书上面常说的 穷人越来越穷 富人越来越富 这两个关键词 没毛病 真的没毛病 假设你是有钱人 有个富爸爸 花钱不铺张 身上资产 刚好几个亿在手上 你可以做 怎么样的财务规划 当你养一个儿子 或者 有孩子刚出生 或者预计要出生 你直接转移 你账上的资产 700万转出去 做这样的被动收入财务规划 每年就有40万的养孩子 津贴 给你补助了 如果你有钱 你的被动收入 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 只要你做好资产规划 你的原则上 是花不完 当然奢侈行为除外 如果你是没有钱的人 你要存到700万 你可能要赚个30年才有 然后呢 才开始享受 可以有一桶金 养活自己 光时间的距离 就落后30年以上了 而且 通膨如果严重 要存的成本就更多了 但是不管你几岁 只要从现在开始 把你的理财目标定出来 交易计划写好 去计划你的交易 何时开始永远不嫌晚 打造一桶金 活着养你 上天堂了 那桶金继续传承给孩子 我们没有富爸爸 那么就当你孩子的富爸爸吧 没有富爸爸的你 由你开始当你孩子的富爸爸 别让你的孩子 输在起跑点上 各位亲友有发现 听奥利给在分享交易计划 只有轻松简单 最后 分享几个观念 给各位亲友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以及被动收入的重要性 今天的影片 先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有更创新的看法与想法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各位 下一个专题 套牢了解套了 该如何交易面对 以及调节方式 敬请期待 未完待续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交易顺利 割韭菜 割到80岁之后 手按不动滑鼠之前 我们下次见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请先订阅起来 按赞分享 开启您的小铃铛 今天要分享的专题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讲完了 可以准备下课了 我们要思考的点 会有以下几点 为何达证率 有87%以上 交易起来 我却不如预期 看对了不敢做 看错了 一直做 做对了 抱不住 做错了凹单 到断头才清醒 首先 凹利给 在此要特别感谢几个人 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 有分享的亲友 特别感谢 本频道头号粉丝 Sla CCL UFC FUTU 大大大分长大的大大 用心用力的支持 真的很感谢 感谢什么 专门找地板股 跟天花板标地物 以及美股交易软体 共同讨论 与华山论件 让我们去找出 它交易格局 奥妙的变化 也让奥利给在创业初期期间 持续地支持讨论互动 有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又有如黄河泛滥 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创意想法 冲上脑门 提供奥利 给创作思考方向 还有帮忙分享文章的 宜音明德尔大大 帮忙分享贴文到其他平台 有句话 他大概这样说 观念很简单 但却很实用 他的粉丝真太少 希望大家多支持 观念很简单 但却很实用 观念很简单 但却很实用 观念很简单 但却很实用 这个很重要 要多说几次 他说的 跟我心里想的一样 我确实也是这样想 被他分享了 我很感动 有那种创业者 在创业初期 不知道是要再继续 走下去的感觉 突然看到希望 跟记得感觉在身上 让奥利给感动到现在 还有感谢 阿拉拉大大 帮忙提供直播教学用的画图软体 提供可直播 还可编辑软体 并且开发出 却整线专题的看盘格局 还有每天持续支持观看 奥利给频道的亲朋好友们 奥利给要在这边说 我不认识您 但是我谢谢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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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管未来如何 只要有人支持 哪怕只有一个观众 就像喜剧之王的桥段 身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还是要继续演下去 因为你们的支持 粉丝的支持 观众的支持 真的都是创作者 活下去的动力 感谢各位 感谢有您们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 进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专题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首先认识奥利给的都知道 奥利给不是有钱人 不是大户 不是算命仙 也不是分析师 是人 跟荧幕面前的你 一样都是人 也跟你一样都是韭菜 而且还是一个 被割了18年的老韭菜 也跟荧幕面前的你一样 都是上班族 有小孩要养 父母要养 还有工作上的任务要执行 差别在于 奥利给的职业 是金融业服务业的业务 干了20余年 保险 理财 放款 存款 投资 相关的业务都略懂 所以经常性的会遇到 很多案例 以及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话说 大约三年前 奥利给这个18年的老韭菜 被收割了 大约是 清元油40的那段期间 那时不管盈亏 每天手上都有单 受了不小的重伤 那时听说银行的主管也重伤 不停损亏损了好几个亿 在那之前的交易行为 奥利给跟你们一样 财务分析 看基本面 看财务报表 看韭菜财经新闻台 听消息面 技术分析 看KD RSI MACD 不灵通道 看均线 行太学 学长跟前辈有说 拉回都是买点 手上要有单子 不然高点没办法出货 之类的 知道要买 不知道要卖 只因为有输钱 就想着凹看看 未来应该有机会解套 然后呢 然后呢 遇到了大回档亏损超过七位数以上 海外期货一碗亏损一百万以上 就开始休息了 因为没有资本 没有多余的子弹 可以再上战场 这点很悲哀 讲到这提醒大家 上面的方法 没有对错 重点在于认错与否 奥利给当时是用 只想停利 不想停损的心态 在做交易 简单来说就是 只想赚钱 不想亏钱的态度 这也是很多人的 在面对交易的态度 古人有云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但是赌场跟投资市场的交易就不一样 不停损 你只会赔到脱库烂 回到故事情节 然后就开始认真工作 去累积存款 再回来交易 因为我想复仇 我要打回来 但是累积资金不易 每一个钱都是辛苦钱 再回来的话 我应该要怎么交易 当然累积期间 就开始自修爬文 可能跟画面前面的你一样 开始爬文章 看别人怎么交易 电视频道 也只开财经台 什么人都好 只要有说 我就加减研究看看 看到很多网红 老XX王 X鱼 XX人 等 还有很多分析师 跟投资高手的财经相关新闻 亚当理论 作手回忆录 以及很多高手 跟少年股神的交易心得分享 当作我的心灵鸡汤 因为奥利给 是做业务 以前的业务课程有分享 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然后重复的去执行的概念 就想着 要如何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还有每个人的交易心法去汇整 就整理出 现在看盘格局的交易重点 就开始重新交易了 这边的重点分享 要交易或者进去赌场 或者要当一个执行纪律的交易者 就要有像蟑螂族群生存一样的任性 怎么打都打不完 越打越多 不能死 千万不能死 我要再爬起来 我在心里这样跟自己说 就像周星驰的电影台词 小强 小强 你怎么了 小强 小强 你不能死啊 大概过了半年 奥利给 就用他们的交易模组 跟心态 开始重新进入市场交易 然后就开始莫名的小赔 小赚 大赚 持续累积子弹 后来就想说 这个交易模式 真的很轻松 也不错用 怎么看达证率 都有87%以上 就开始向亲友推荐 使用这个模式 以下分享几个案例 案例一 有钱的金主 也是交易的乱七八糟 后来跟他分享这个交易模式 最多一碗 应该赚超过500万元 另外一个案例 本金大约100万元 连续每月10万以上的收益 连续半年 还有一个本金 大概1000万元 打股票的大约 一周赚了300多万 这段期间 Oli给几乎逢人就讨论 同样的东西 就不停地分享 后来想说 既然要一直说 和不做成教学影片起来 给亲友看 长大以后给孩子看 因为很多亲友 在一起的时间 可能不方便 也没时间去检讨 跟研究互动 所以就想说 不然学网红将交易心得 丢在网路上分享一下 这个交易模式 顺便赚一下流量 而且Oli给 也喜欢研究 使用多媒体相关的东西 就开始有了Oli给这个平台 另外分享一个话题 Oli给有两个小孩 我发觉 家人总是会有代沟 父母说太多 孩子记不起来 也听不太下去 后来就会嫌父母啰嗦 因为这是人性 没有遇到不会痛 就不会去找医生 人性就是如此 没有受伤遇到困难 不会去想着预防 所以就把我想说的话 跟观念 做成影片 而且网路空间大 也不占储存空间 就开始做看看 说真的 我的初衷 是做来给小孩 以及想学的亲友看 避免说错漏掉细节 等孩子长大 想听想学 想创造收益 这个频道 都是准备要给他的观念 简单来说 我是抱着留一眼角度 在做影片等于 等于离题了 回到上面的重点 就是为何 Oli给的达证率 跟交易计划 会有87%以上 容易一吃单就开始赚钱 一卖出就开始回答 答案就是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股市交易的初衷 我们要去了解几个事情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价格不管什么东西 在这世界上 就只有价格 不会骗人 其他我跟你说 都是参考用 不是不准 都是参考 比如台积电500元 就是市场给的价格 你说会拉到1000元 跌到200元 这个是参考用的 你要交易 就是500元 不会是1000元 或是200元 这个是目标价 然后就是格局 股价在走路的模式 也就是盘者 不会走90度的直上直下 因为交易行为 必须有人要买 有人要买 然后撮合成交 所以就会有走势图 既然有走势 就会有高跟低 看到近期走出来的高低 那就是目前的格局 我们是韭菜 也是散户 那个高低 是主力才能控制的价格 身为韭菜 跟散户 钱也不够多 资本不够雄厚 再多都买不到 也做不出那种价格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交易计划 这边需要一些幻想能力 你不会幻想的 奥利给 给你几个幻想的方式 第一个高点 第二个低点 第三价格的区间 今天你打开任何的画面 看任何标的物 先去把这三个价格找出来 假设高点100元 低点50元 高低价差50元 盘整区间 第一阶段的幻想模式 我们就幻想说 我买在50元 卖在100元价差 就可赚50元了 然后就可进入下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应该幻想的模式 假设100以后 没有停止再喷出 到哪里会停止 那就是100元的股价 加上波幅高低价差的股价 没错就是150元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神奇的答案 跟格局 高点多少低点 多少波幅 多少跌破 多少喷出多少 一眼看到 就抓出这五个价格 再把这些价格的位置设定为 多方打击区 通方打击区 就用上面的格局公式 套出你的交易计划 听到这 你是不是会发觉一件事情 专业专业真专业 原来 专业的分析师 就是这样 普华无识 只要高减低点 加上波幅 就可以看出格局 不简单不简单 周星驰电影说的 只要有心人 人都是石神 奥利给分享的 只要有格局 人人都是股神 接下来就是交易计划的部分 有筹码 还有停损的机制心法 我们先用之前分享过的文章 在这边复习给各位亲友 标的物分析 股票或期货 当隔日格局分析 60分K 高点多少 低点多少 做空的 会在哪边上班 空方打击区 做多的 会在哪边上班 多方打击区 盘整波幅多少 赚赔比利润空间 小赚该赚的钱 小赔该赔的钱 大赚该赚的钱 喷出等幅测距 多少亏损后 小赔后 该等待的价位 跌破等幅测距多少 赌到地板 还是要赌到天花板 上面问的问题 都很重要 忘记了吗 我们再复习一下 高 低 盘整 喷出 跌破五个关键价格的计划 这边建议 用电脑 或者空白的纸张 给它写起来 放在旁边 提高赚钱几率的交易心法 就是在我们面对 投资市场的时候 就是要把会遇到的状况 分析出来 简单来说 不是输就是赢 输赢的几率 只有百分之五十 我们再把百分之五十的状况 分成以下四种 那就是一 大赚二 大赔三 小赚四 小赔状况 除以四的话 就是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几率会遇到 然后呢 你再把可以控制 跟无法控制的状况区分出来 比如说 赚钱的状况呢 大赚看运气 小赚看运气 完全无法控制 真的只能靠运气赔钱的状况呢 大赔看自己 小赔 看自己控制自己手上 你没有听错 只有要赔多少 是我们能控制的 既然 你已经知道 未来会发生的状况 只有以上四种 接下来 我们就把四种状况做删除法 我们只能控制小赔跟大赔 没错 那就是把大赔删除 这样 就变成你在投资市场遇到的四个状况的 以几率来讲 各占25% 原始输钱的几率为50% 大赔加小赔 我们试着去把大赔抓出来 可以小赔不要大赔 控制成本 那就是所谓的 停止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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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重要 也最重要 当你做到这点的时候 恭喜你 明天以后 你在投资市场 会遇到的状况 只剩三种 就是小赔小赚大赚 也就是说 未来只有三个状况 再把三种状况 用几率去换算结果 变成小赔33% 小赚33% 大赚33% 你会发觉 赔钱的几率 会变成只有三分之一 会遇到反之赚钱时候的状况 会变成多少 没错 就是三分之两 比例为66% 所以 看出格局的目的 就是上午我们在明后天的格局 你定如何去赔钱的交易计划 提醒大家 股票是天天有的 不要怕买不到 只怕没钱买 练好您的基本功 去二出一 抵单要流 上去出一张 下去买回来 养成你的小赔 小赚 大赚习惯 抵单要流停损 过来堵它到天花板 这边提醒一下 新手不知道怎么交易的 你可以用小额或零股交易 5000或1万的资金 都可以开始 你可以5000赚到1万 再开始 慢慢放大你的资金部位 把交易技巧练习好 计划交易 交易计划 重复练习 学赌神里面的陈小刀 20元赢到300万美金 千万别想用300万美金 想去赢3000万美金 这样 指你会输到 剩20元美金 回到主题 上面说了这么多的交易观念 以及计划 达证率 87%以上 为何会交易失败 这个答案 欧利给跟你分享 那就是旁观者 请当局者迷 上面讲了那么多的游戏规则 你是当局者 很容易迷思在里面 忽略初衷 我们要交易的策略 然后就进入痛苦的欧丹 赔钱阶段 看对了不敢做 看错了一直做 做对了 抱不住做错了 欧丹到断头才清醒 欧利给因为是旁观者 会看到一些 比较清楚的状况 因为没有交易 所以可以分享出 这段标的的看法 然后是 有理性跟基础计算的格局 就容易达证 今天的影片分享到这边 有问题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让我们起割韭菜 割到80岁之后 手按不动滑鼠之前 谢谢各位